挑战不用手开啤酒瓶 这有难度吗 先去买瓶啤酒 对对对就是这个 还是冰的 买单回家 卫生年人请勿饮酒 我们先开这个 你儿子刚擦了鼻涕的 我不介意 挑战开始 不用手吗 这很难吗 太简单了 咬不起来 我已经把它翘起来了一点点 开了 我没喝 我没有喝 我拿你喝了 就是现在已经可以喝了 因为里面已经有个黑色的洞 对对对 是吧 所以现在这个一拉罐的 已经挑战成功 接下来我们挑战冰啤酒 这个也没有难度啊 因为我牙齿一咬 它就滑走了 一咬它就滑走了 板牙不行 用门牙 不行不行 还是用板牙 听到牙齿了 我已经听到吃 是你嘴巴吃的吗 弄气了 我听到吃的声音 真的 这个麦克风就在这里 它应该听 大家应该听得很清楚 说明快了 换个角度 已经松了 牙齿还在 我能不能借住工具啊 我只说不用手 没说不能借住工具啊 找老板借了一个 消个毒吧 都生锈了 挑战继续 没有手 瓶子需要固定 我可以用腿把它夹住 这样我也没有用手啊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不来用手啊 好 换一个方向 嗯 噢 噢 汗都出来了 嗯 嗯 直接用手拿不就行了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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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不能用手 都说了 这怎么不能用手 我没有用手 开瓶 我剪 剪一下不行吗 不行 过分的啊 嗯 嗯 嗯 哎 开了吧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So easy 毫无难度 衣服怎么害死了 哟 真的 我衣服什么时候试的 呵呵 我都没感觉 大家还想看方伟做什么挑战 我们敬请写在评论区 下期见